就我不喜歡互補 是因為我以前也是交過一個 妳是相似嗎 我是相似的 所以妳不選擇另外一派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喜歡互補的原因 是因為我之前也交過一個男生 那因為我個性比較急 那妳遇到一個 跟妳互補的 他就比較慢 那妳那時候會覺得 他還滿有耐性的 很有吸引力 可是 殊不知在曖昧期間 明明可以牽手的時機 或幹嘛 他也就錯過了 因為他很慢 什麼叫做可以牽手的時機 譬如說在看電影或幹嘛 要過馬路 妳就可以牽一下 拉一下 沒有 然後他就自己就走了 那我走路算是慢的人 然後他也不等我 他就走了 想說那這時候妳看到我走很慢 妳是不是可以過來順時的 就牽著我 那其實這曖昧的時候 牽手是那種感覺 反而是妳等他等很久 等到我這樣 妳可以等我嗎 我自己去把他拉過來 妳知道嗎 反而是我 到底誰可以誰 妳主動去拉他 對 就那個感覺就很奇怪 那譬如說還有 我要錄影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三點要錄影 那妳要來載我的話 妳兩點半一定要到 因為我依照我自己的開車速度 半個小時從永和道內湖 是一定可以到 而且還包含停好車到這裡 我那妳應該都開180喔 沒有啦 沒有那麼遠啦 然後呢 可是他真的準時兩點半來接我 可是妳知道他是那種看到黃燈 明明可以過 他就停了 妳知道我在旁邊就 急死了 很想幫他踩油門妳知道嗎 所以妳就覺得 這種互補其實真的補到後面 妳就會覺得我的那個 熱情就被削 對 太慢了 太慢了 就是他太被動了 對 所以妳就會覺得 其實互補我沒有辦法 那妳老公跟妳在這方面的 頻率是比較像的 超像 我們都很討厭 妳快他就快 我們很討厭等紅綠燈 所以看到紅燈他就右轉 看到紅綠燈 所以我們回到家 明明10分鐘可以走20分鐘 其實我覺得家也不錯 這也是個浪漫的感覺 很浪漫 是浪漫 就看到紅燈就右轉 而且妳會欣賞他很果斷 對 可以做決定那種很男人這樣子 不要好像什麼都手法 什麼都怕 就醞掉了 就是願把錢都捐給政府 也沒關係 對 就是 台北市很多新的紅綠燈 都是他捐的 沒有 它主要是頻率要一致 現在我想慢 那妳就配合我一起慢 我想快的時候 妳跟我心意相通 也就一起快這樣子 對 真的 而且我會發現 像我跟我老公 為什麼我們 我很喜歡 就是我們兩個互相是對方 就是 就是說 他會跟你講很多秘密 對 然後我也會跟他講很多秘密 因為我們彼此都沒有在聽 對方講 可是你們話還是很多 就是還是會講 可是彼此都沒有在聽 所以不會講出去 所以是一個 一個沉默的聆聽歌 對 不過嘛 沒有很好 這個不錯 珍珍姐這個不錯 不是 我不講 是因為我沒在聽 對啊 所以你就是 根本沒有記住他講什麼 對 他也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點就很好啊 這點就很 所以他們就很像 對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樣 妳兒子是像妳 還是像妳老公 我兒子 我覺得跟我們都不太像 因為他真的比較細心 我們全家的管家公 就是我兒子啊 他什麼事都會把我們記得 我們兩個夫妻要出門的時候 我兒子第一說 媽媽跟爸爸你們鑰匙帶了沒 然後他爸說 對 我忘記帶家裡 我說對 我忘了拿車鑰匙 這樣子 常常會這樣 因為珍莉的兒子最近爆紅 上次在我們節目 行二代聯誼 做蛋糕 一開始悶不吭聲 然後推出蛋糕 原來他有做甜點的常才 對面的女生 每個人露出崇拜 羨慕的 眼神跟表情 就是一個小暖的 大受歡迎 以後一定是好老公 對 所以誰家有女兒跟他兒子 年齡相仿的 趕快來報名 這個要多大 她很小 可以 十三 妳生出來就差 OK 差十三 跟你跟雅雅姐一樣 差不多 我跟雅雅差更多 我們差十七 我高三的時候 在苗栗鄉下 看到一個女嬰很可愛 我就抱起來 乖乖乖乖乖 然後 數十年以後 他變我老婆 什麼可怕 很浪漫 這也很可怕 我個人是覺得 相似派比較好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有講 我們都是火象星座 我老公也是火象星座 那我們兩個最好 就是不會像人家說 晚餐要吃什麼 通常那種夫妻或情侶 常常也會說 晚上要吃什麼 然後就一直講半天 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我老公有 我們都素戰素決 譬如他說 晚上你要吃火鍋還是燒肉 就這兩個選擇 我們就這兩個選擇選 然後妳講火鍋 好 走 我們就去 然後就吃完 所以沒有 太長的討論時間 就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小糾結 對 不會糾結在那邊 那妳如果跟妳老公說 今天晚上要把她那個 不要 好 不要 她這個年紀跟你一樣 好嗎 不能突然 不能突然 而且 要留一點時間 給她去藥房買藥 對 而且 養身體 養身體 可惜 她又不 她又不吃藥 她又不吃藥 我還要等 她皮氣很硬 等藥效發作 你知道嗎 所以當她藥的時候 往往站站起來 還要準備好 對 我比較辛苦 所以妳們什麼事都素戰素決 對 就素戰素決 然後再加上像 我個人是真的覺得 兩個人的個性相似 再來就是吵架 也就是不會有那個 妳們都火象星座吵起來 應該轟轟烈烈吧 其實是來得快 去得快 主要是來得快 去得快 可是妳說真的轟烈烈 也都還好 因為像我老公就是 我們彼此自己知道 大家都想 因為妳知道愛面子 火象星座的人也是愛面子 可是呢 今天如果旁邊都是 我老公的朋友 那我就面子給他 那今天這邊都是我朋友 他其實就會面子給我 那我覺得 兩個人相似也有一個好處 譬如有的時候出去 一起去應酬 那我老公嘴巴也很賤 那到晚就不慌多讓 他介紹我就說 妳們兩個 一賤他有一賤賤 對 這是我家賤哥 賤到最高點 心中有賤賤 賤賤 對 我就是類似像這樣 彼此這樣子 我覺得也滿好 妳們兩個如果火爆在吵架的時候 那妳兒子那個時候會幹嘛 沒有 我們其實沒有吵架 我們其實基本上很少在吵架 有一天是我要回去了 我只是講話比較大聲一點 我兒子就衝出來說 發生什麼事了 你們在吵架嗎 我說沒有 妳媽講話太大聲 對不起 我下次知道我要小聲一點 很可愛 宇柔 妳不想選擇另一派的原因是什麼 宇柔是互補派嘛對不對 那妳不選相似派的原因是什麼 是為什麼 我的相似派是屬於年紀相似 就是都是同年級的 同年紀的男生 對 然後我覺得同年紀的男生 因為我之前交往過的對象 我都覺得 雖然說聊得來 然後我們的梗 可能彼此也都懂 就是玩都玩在一起來 因為就是可能最近流行的東西 我們可能頻率比較接近 對 但是因為頻率太接近就 妳會覺得說玩在一起是很好 但完全沒有成長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照理來說應該要1加1等於2 但我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1加1是等於0 甚至是複數 然後就覺得 相似派真的不OK 所以妳希望年齡跟妳互補 年齡跟我互補 那妳就是要找比妳大很多的男生 對 我現在找的話 就需要年紀比我大一些的 要大多少 我覺得10歲以內 10歲以內 其實我爸爸媽媽是相差10歲 妳哪裡人 我是台中人 對嘛 就對妳印象有點深刻 我記得我高三那一年 就是跟我們講到高三的時候 我在台中的街邊 看到一個可愛的女嬰 就是我 妳以為妳跟他差17嗎 妳跟他差到20 因為像我爸爸媽媽 是年紀相差10歲 那我爸就是他 因為大10歲比較年長 就是成熟很多 他可以就是比較呵護我媽 讓我媽可以在外面 可能不需要出去工作 或者是做得太辛苦 那現在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也是跟我前任就是 因為我們高中就在一起 然後也已經有生小孩 但我跟 對 我的前輔 然後我們在一起的 就是感覺就是 因為太相似了 對 都太相似了 大小孩帶一個小小孩 對 然後不管 也不只是我這樣想 是我周邊的朋友 跟長輩們都這樣覺得 對 但我覺得女生 其實在同齡間 心智年齡會比男生稍長一些 對 所以女生開始會想的時候 就是可能 哪一天我們就真的要說拜拜了 對 男女之間喔 同年齡的情況之下 女生都像姐姐啦 好像是 男生就像一個不長老的小弟弟一樣 可是我沒有 我跟我老公才差一歲 不到 不到一歲 其實我們年齡也滿相似的 個性也滿相似的 他獅子座我牡羊座 所以我們兩個就算在吵架的時候 也都是很激烈 可是一下就忘了 就馬上可以等一下就和好 就像妳剛才那個男朋友一樣 因為他就是牡羊座的 對 他吵完了 罵完了 然後他等一下就 就沒事了 妳們就屬於在客廳大吵大鬧 然後他就把妳推到床上去 就好了 那一定好 好到不行 他今天就沒有把我推倒了 床頭吵床為何 對 但是好處是什麼 比方說妳喜歡釣蝦 跟妳年齡相仿的人說 來啊 兩個孩子在那邊尬 誰 蝦子釣得厲害對不對 如果年齡大 那妳十歲以上 我們去釣蝦 釣蝦 他釣得掉 他就跟肚咕 有沒有 沒有 那個眼神 這樣很無聊吧 那是你好不好 這樣很無聊 我覺得倒也不會 因為其實雖然我喜歡釣蝦 但是 我覺得共同興趣的確是也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我本身是屬於 因為我是互補派 那如果對方有任何興趣的話 我會主動去 學習對方的興趣 對 了解對方的興趣 我才會知道說 對方喜歡什麼 那我可以跟他聊什麼 我覺得兩個人 應該要去彼此創造話題 然後共同成長 那是最重要的 好來 雨柔 妳互補派對不對 互補派妳覺得好處在哪裡 我還是覺得互補派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是我個性是比較直接的人 然後想的比較少 然後就比較粗線條 但我會希望說我未來的另外一半 或是我找到另外一半 他可以是那一種 可以為我想比較多的 就是可能我今天只想到一 但是他可以幫我想到二三十五 那妳真的只能找長者耶 真的 比較大一點 對 那就是歷練比較多的 然後已經稍微有年紀一點的 那他就會知道說 他因為他經歷過 所以他知道他有什麼樣的經驗 可以幫我分析 可能是無論是交友上啦 工作上啦 或者是生活上 他都可以給我很多的意見 才不會說 可能因為我太容易相信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是好人 但他就會告訴我 妳想錯了 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壞人 他會這樣子跟我說 但是因為我比較不信邪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我幹嘛要聽妳的 對 然後像我在交朋友的時候 可能 我可能會有朋友半夜的時候打電話給我 可能就是聊天 但我就覺得這樣很 就是蠻單純的 因為可能每個人作息不一樣 那我自己又是野貓子 對 那他就是朋友半夜打給我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對方是不是有意圖 是有意圖 可能會這樣跟我說 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們平常聊的就那些 也沒有什麼比較曖昧的內容 然後他就會 就是常常會這樣透露給我 然後過陣子之後我就會發現 他講得好像有點道理 因為可能對方開始約我 後來證明果真有意圖 好像是有 但是他沒有直接表白 但他有約我去什麼 要看夜景什麼 但我心裡想說 如果你一般男生對女生沒意思的話 也不會約女生去看夜景之類的吧 I guess 不會 不會 對 我想看看 所以已經是曖昧了 你要想什麼 對啊